南海风云突变 由一国派大量军舰在南海聚集 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近些年来 越南海军开始从国外引进大量的先进装备 其中包括多用途战斗机 暗舰导弹以及护卫舰等 越南海军之所以不惜下血本 引进这些先进装备 主要是觉得自己和中国在实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前几年 中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顾及整个南部海域 因此让越南人在南沙群岛附近 嚣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就在近期 有媒体报道称 中国南部海域再次爆发冲突 越南派出了上百艘船只 前来南部海域挑衅 企图干扰中国勘探船在此地的正常勘探工作 而针对越南的挑衅 中国也派出船只前来对峙 一时间上百艘船舰齐聚南海 双方差点发生冲突 擦枪走火 有专家认为 此前越南曾希望邀请美俄两国 共同开发南部海域资源 但这次还没把美俄拉下水 越南在南海就急不可待的先行出手了 可见其野心之大 越南人这次来势汹汹的展览 无疑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其目的无疑就是锈肌肉 然而事实上 越南海军的家当也就这么多了 剩下的主力战舰 基本上都是一些排水量数十吨 到数百吨不等的导弹舰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越南购买的猎豹级轻型护卫舰 还是能够构成一点威胁的 因为其装备了两座四连装的 天王星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这款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 达到了300公里 并且拥有2.5码和突防的能力 不过受限于整体数量快少 因此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实际上 越南人之所以购买四艘猎豹级护卫舰 无疑就是想于054A护卫舰一较高下而已 然而 后者的满排水量达到了4400吨 整整是前者的两倍 在5级系统上 054A导弹护卫舰装备了3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用来发射区域防空导弹 以及反舰导弹 最为重要的是 这款护卫舰的总数量为30艘 这是越南远远不能相比的 而从公开的资料来看 越南海军目前最为强大的 其实是6艘击落级常规潜艇 但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无法和拥有核潜艇的中国相抗衡 所以目前看来 在南海无论发生何种形式的冲突 越南方面都占不了中国一点便宜 最多只能组织一些民用渔船 前去不痛不痒地骚扰一下中国船只 效果还很有限 所以我们看到越南方面 也只能不断呼吁域外大国进行所谓的调节 越方的如意算盘中国是很清楚的 越南在万安滩挑事 无非是想在南沙群岛定下一颗钉子 前可进后可退 伺机而动 可以划分中国南海大片海域 另外万安滩海域万安盆地 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是南沙四大油气负极区之一 石油储量在50亿吨以上 越南想占据为己有 独自开发或联合外国石油公司开发 而更重要的是 万安滩附近海域 是南海航运大通道的必经之地 谁掌握了万安滩 谁就掌握了南海航运的命脉 越南想控制航运通道 中国当然不会答应 在越南同多个国家 数十家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开散协议后 石油收入变得对越南经济越发重要 甚至从近一度占据越南GDP的30%左右 所以对于争议海域游寄资源的盗材 越南可谓是日益猖獗 如今随着油价的回升 越南方面盗材游寄 换取外汇的动力也就更大了 在利益冲突的影响下 近期的中越船只 在万安滩对峙的事件就这么发生了 不过特别值得玩味的是 在事件发生之后 第一个就此时进行评论的 是万里之外的美国 美国可能是本着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 因而坚定站在了越南一边 并且为他们造势 美国指责中国在万安滩附近 制造紧张局势 然而事实却是 越南海军此前在万安滩地区 出动了60多艘军舰 都没有占到便宜 这令白宫的言论显然是无稽之谈 不过美国的妄加指责 倒是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 那就是拳头硬说话的声音才大 就像最近爆出的 美军霸占叙利亚油田 走私石油的事情 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 全球各国都好像成了睁眼瞎 集体装作看不见美国的强盗行迹 这就是因为美军自身的实力强大 才让那些有意见的国家 投属机器选择闭嘴 也许将来 中国有一天也能强大到这种地步